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的这一节我们将把讨论的对象扩展一些 我们来讨论更一般的对象 也就是segment 什么叫segment呢 就是说是有一定长度的线段 但是与interval不同 它未必都同时落在x轴上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场景 在这里 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平面上的一组线段 可能是很长的 也可能是比较短的 也可能是比较垂直的 也可能是倾向于水平的 总而言之 一系列的线段 而我们的任务呢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我们依然是做一个detection 也就是判断 在这样的一组线段中 是否存在有两个是相交的 只要判断就可以 而我们面临的另一个稍微难一些的任务是enumeration 也就是说 如果有相交的线段队的话 我们要把它们所有的多物找出来 没举出来 显然 你会想到有一个很直观的方法 而且这个方法用程序写出来 几乎只用四五行就够了 也就是我们去每举所有的线段队 判断它们是否有交 如果有 就记下来或者报告 这样的话 我们说总共需要比较的对象有n平方的量级 而且我们说这个算法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n平方 因为每一对线段的求交 叛交 都可以在常数时间内完成 对 没错 用我们的to-left测试 一对线段有交 当且仅当其中任何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 都是分别位于另一条线段所在直线的一侧 所以换句话说 有四次to-left测试就足够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反过来 这样一个n平方的算法 是不是已经是最优的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奢望找到一个比n平方还要快的算法呢 我们先把结论告诉大家 的确存在这样的算法 也就是说 可以在n log in 再加上一个i的时间内 完成所有交点的枚举工作 那么这里的这个大i实际上就是交点的总数 你应该记得 这种算法和我们前面讲过的礼品包扎算法类似 它们都是所谓的output sensitive algorithm 输出敏感的 你的输出有多大 它的复杂度就相应的要更大 你的输出更简单 那么它所需要的时间也相对更少 那么这个结论为什么成立呢